哈喽同学欢迎收看ASEP凯页数学 我们来讲这个题型很特殊的一个题目 以致球的体积跟它半径的立方 对不起是立方 球的体积跟它半径的立方 成正比 好什么叫立方 你应该知道立方就叫做三次方 OK 比如说2的三次方就叫做2乘2乘2 这个叫做立方 好球的体积跟它半径的立方成正比 今天有三个金属球 那他们的半径分别叫做3公分 4公分跟5公分 如果我把这三颗球融成一个大球 那体积当然是三个球的体积和 那请问你这个大球的半径为多少公分 好你当然第一次看到这种题目你会觉得好灰哦 他在讲什么你不太听得懂 好可是我现在是要这样写 反正体积呢 跟它半径的立方成正比 所以体积我们先用V表示半径叫做R表示 你知道这个体积 这个V怎么会丑成这个样子啊 因为老师很少有Nike的鞋子 好像没什么关系哈 体积等于半径的什么 立方成他们彼此成正比 所以V等于R的三次方成K OK吗 再来 今天有三个金属球 三个金属球 他们的半径分别是3公分 4公分跟5公分 也就是这三颗呢 我们先把它融在一起 那融在一起 它会等于多少 好它会等于3的三次方加什么 4的三次方再加上5的三次方 乘上K 换句话说 我们把半径的立方 因为它三颗嘛 那把它们半径的立方 全部都加在一起 OK 然后这个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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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它融起来 融合之后 对不起 我把它融合之后呢 它是不是又可以等于另外一颗大球的体积 因为体积其实是一样的 那个V是一样的 所以它到底可以等于一个半径多少 R1好了 一个半径多少的球呢 是不是一样叫做R1的三次方成K 因为左边的这个的总体积 是不是应该会跟我右边的总体积 是不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两颗球的总体积是一样的 再变 三个不同的金属球 把它们全部融合在一起 那就会叫做三个人半径的立方 合起来 合起来之后呢 它的体积 跟一颗大球的体积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等于R1的三次方成K 所以你看哦 K跟K你也不用管了 这里就333 27 444 64 5的三次方叫做125 好这个东西乘上K K约掉了好不好 我们直接把K约掉了 就会直接等于什么 大球半径的立方 好那就会等于R1的立方 所以你看左边这边全部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好像叫做216 那你知道R1的三次方等于216 孩子R1等于多少 这个半径 谁的三次方会是216 答案叫做6 OK吗 好答案就叫做6 所以 融合之后呢 它会跟一个半径是6公分的体积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一体的答案叫做6公分